LV、CHANEL、FENDY、GUCCI TOLCHECK BANA都有 這個價格近待我了耶 LV在台灣其實它的折扣很硬 退稅後的價格台幣23,540 給6、8折耶 現在來到阿貝也一樓的LV 它超級大耶 整個有五個店面大 精品店裡多數都不讓人家攝影 所以我就先進去問問看說 能不能讓我拍價格 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我先進去囉 我現在買完第一件LV了 這個價格近待我了耶 LV在台灣其實它的折扣很硬 它不太搭配百貨公司什麼週年慶 滿千送百幾乎沒有 我以我弟弟買的這個皮帶尾利 在台灣的官網 定價是14,300塊台幣 你能入手的價格就是14,300 但我這次在日本 阿貝也一樓的LV 退稅價格是5萬1千元日幣 然後我要成語今天的會議0.22好了 11220 拼了3,080塊 給7、9折 很划算耶 尤其它這個算是小皮件 它單價比較低 第二個我有請店員給我看一個 Daphne的皮夾 這個皮夾在台灣LV 算是比較高單價的 LV皮夾尖價差不多 1萬8到2萬出頭 其實都算貴 這一個因為它做工特別性 雙面皮革拼接 所以它單價在台灣定價很貴 34,600塊 然後在日本直接購入價 退稅後的價格是10萬7千塊日幣 台幣2萬3千5百4 等於6、8折耶 10、7折耶 再來還有一個大皮件是我想要來比價 我自己私心啊 覺得這個香包有夠好看 可是在台灣定價貴鬆鬆 18萬4千塊 然後那個意思是一個小費包 可能只放一個皮夾 一個手機就滿了 但真的很有形 退稅價625萬5千塊 台幣值3萬7千5 等於打了74折 天啊 所以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有喜歡的品項 先看一下它在台灣的價格來比較 它不是說越大的皮件 越貴的折扣越多 它可能定價還是有差異 但是越大的皮件 因為它定價貴嘛 所以你折扣下來會更有感 然後分享給大家 我就會來買LV 還不錯 那我們接著下一家 來大阪 大家一定都會來新齋橋啊 到登庫這邊旅遊 然後這邊外圍 玉塘金八番艇的旁邊 在這裡一整條大陸 什麼牌都有 LV Chanel Fendi Gucci Toucher Cabana都有 店面門面都很大 如果你想買金瓶 這裡可以一次過 從沿途走過來 艾瑪士Chanel Gucci Prada 沒有店在排隊 只有Dior在排隊 因為我之前有看到一個資料 在日本年輕女生的心目中 他們好像比較喜歡Dior 看起來好像是真的耶 後面在排隊 那我趕快先去排隊 我進去就腦衝了 我買了一條皮帶 很可愛 我公問很久 然後我發現說 在日本買那個皮帶 價格有差喔 它是女用皮帶 然後它是雙面的 在台灣定價是21500塊 那我剛剛在日本購入 79000日幣 換算成今天匯率台幣 刷卡 確切付的是17215 等同是8折 還OK 折數沒有像LV那麼驚人 但是有8折 我自己覺得這種小皮件 能折到幾千塊 這還不錯 然後再來我比價的第二個 就是Dior家 他們這兩年非常夯的 托特寶 我剛進去 我是四組客人 都在看托特寶 台灣的售價是 97000塊台幣 日本這邊它的價格 儲稅價是395455元 是87000 我還想說托特寶 單價比較高 折數應該會更近耶 沒有 差不多是89折 但是多少賺啦 我覺得如果你剛好在這附近 然後新宅草旁邊 這一條全部都是鯨艇 你可以直接買 重點是很多人說它在台灣 不敢踏入鯨艇店 怕說被貴姐白眼或幹嘛 我覺得日本它們的優勢 就服務真的很好 我進去問東問西 然後我也是買了一個 比較低單價的皮帶 但它還是包得很漂亮 今天下雨天 它還幫我穿雨衣 那個小星星 也都幫我掛得好好的 如果你是鯨艇小白 也可以來日本嘗鮮 他們就知道你是觀光客 它還是會對你服務態度很好 你就可以盡可能去罰問 你想問的問題也不用害羞 然後接著最後一家 是我最期待的Chanel Chanel在台灣很夯之外 也很帥 有一些包包甚至要配貨 我來看日本的貨起不起重 好 我這次進Chanel 然後Chanel它的那個規定更嚴苛 連拍產品跟拍 它的那個價格都不給拍 所以我現在就是 用我剛剛記錄下來 來跟大家分享 我一進去我先問說 很多人會喜歡買Chanel的太陽眼鏡 然後我以這個太陽眼鏡為例 它在台灣官網售價是 一萬三千五百塊 然後在這邊它是 除稅價五萬日幣 台幣一萬一 等於達了八一折 其實還不錯喔 如果以這個價格 購入一個Chanel太陽眼鏡 太陽眼鏡可以戴很久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再來我要比一個 在台灣真的是 怎麼買都買不到 甚至聽說還要配貨 就是你要買一堆什麼 Chanel的絲巾 Chanel的鞋子什麼… 來配才能買到的包包 就是他們的IT bag 二二包 怎麼樣 你看 雖然就男生看不懂 覺得是垃圾袋 在台灣買不到 所以我直接進去問了說 這個二二包的中型款 店員跟我說 所有顏色都賣完 只剩粉紅色 除稅價是六十六萬一千元日幣 還傳成今天匯率台幣 十四萬五千四百二十 台灣原價原本是十七萬 所以達了 八五折 這在台灣搶都搶不到耶 可是就要看顏色 你喜不喜歡啊 然後要碰運氣 然後我就問說 那二二包還有其他款 我想說 台灣我真的連看都沒看到 在這裡我想要多摸一下 然後那個店員就拿出一個 也是很行 全志龍居地有背過的 二二包的後背包款 這個在台灣我連看都沒看過 然後它在台灣原本的定價 也是十七萬 可是它在日本的定價 除稅價後是七十二萬八千 換算成台幣是十六萬零一百六十 等於打九四折 它台灣定價一樣 所以這個的折扣比較硬 可是它有最夯黑色 又有現貨 剛店員還使出大絕 他說 最後一 最後一 我覺得可能不實用 我都那種很粗用包包的人 我還是 跟大家說拜拜啦 我進去就腦衝了 我買了一條皮帶 所以這個就是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想來日本買精品 可以來碰碰運氣 很多在台灣買不到的單品 在這裡你可以磨到 甚至買到 然後這個價格其實都相比你在台灣購買 優惠多了 好 這一次